嗨 大家好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家用網路升級 這次的升級目標總共有五項 第一是全家人只需要用一個統一的SSID 不需要在樓層之間做切換 第二 活動頻繁的地方 包含餐廳、廚房、客廳 個人的臥室、寢室 都有滿滿的訊號 第三 我希望將IoT設備跟手機電腦等 透過VLAN的方式做切割 達到一定程度的資安 第四 所有的監控影像要能夠儲存在本地之中 而不是在廠商的圓端 而且還需要每年繳交固定的年費 第五 也是最重要的 不能影響到我阿嬤看MOD 所有的發電檔都要如期 進入 自動建築物能面寬12米 縱深28米 三層樓半的高度 還有一層的地下室 鋼筋水泥的結構 牆壁的厚度大概是15公分 現在拍攝的部分是雙邊住宅的右半部 前面庭院透過實體線 佈建了一顆AP-AC mesh 讓戶外的鐵卷門 燈光也能透過HomeKit控制 即使天荒不佳 千盆大雨時也都還有非常穩定的連線 室內的部分 目前在每一層樓都有一顆AP-ACLR 一樓的AP安裝在通往地下室一樓的樓梯間 那二樓的設備考量到無法重新再拉網路線 所以先連了一台發破的60瓦POE交換機 然而因5G的頻道容易受障礙物影響傳輸速度 那也剛好目前加上人口單純 所以我就偷偷的把AP拉明線放到我的房間中 好 那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更新後的網路設備 UNIFI全家桶 那這個位置呢是通到地下室一樓的樓梯間 也是公新網路的接入點 那為了幫它影響貢獻 所以不用公共版把所有的設備都裝在牆壁上 那首先第一台是中拉電線的小屋規模的 總共有三條線出來 第一條線呢是通過任何UNIFI的設備 直接到一樓的客廳MOD 那第二個第三條線呢是連到USG Securityway 還有這台PoE Switch上 這樣子的連把是為了讓二樓的MOD能夠正常使用 又不需要額外的拉線 這台是UNIFI Securityway 它結合了路由器還有防火槽 提供更高階的防火槽設定 還有二樓梯的功能 也夠滿足我想要升級IoT設備資安的目標 它PoE管理型的公子電交換機 它有150瓦 我在庭院的ACMatch 還有這顆ACABLR 還有三樓的另外一個LR 都是通過它來做公電 這顆呢是ACABLR 它問題思義就是Long Range的型號 是為了能夠覆蓋更快廣的空間 但實際上在使用起來 它只有2.4G頻道才有比較有力的表現 那5G的頻道呢 很容易被一山門一道牆 就大幅的減少它的傳輸速度 也剛好這樣子的特性 在我的應用情況下 IoT的設備都能符合它的連線需求 那這個是CloudKey J2 Plus Controller 就是安裝在這台機械上 它能夠在統一的介面 空管所有的UNIFI設備 那有別於過往 你需要逐一的去登入到設備裡頭 然後設置參數 才能讓所有的網路架頭也正常編輯 它這樣子的優勢呢 大幅的減低了IT文化的平衡 那得讓比較沒有相關經驗的人 能夠更快的上手 同時所有的監控影像 都是存在這一顆 用17B的粉底斷電源裡頭 這是我在規劃UNIFI全家童之前所繪製的網路拓虎圖 在復健之前沒有想到發破的POE交換機會被葬 所以現在只好將一樓的MOD接到小烏龜後面 同樣的我們從小烏龜MOD當起始點來看 它出了一條線到USG一條到Switch 通過USG的線路是為了讓家中上網的其他設備 除了防火牆跟路由器的控管還有保護 MOD就是透過管理型的交換機 開GMP Snooping跟VLAN的方式 給它開集光車 軟體的設定方式呢 先登入到Cloud Key Controller裡 首頁的Dashboard有網路架構的運行總覽 可以看到你的路由器 USG、POE交換機還有Access Point 是否正常的在運作當中 Wi-Fi的屏譜分布呢 綠色代表著乾淨不受干擾的訊號 若你住在市區或是大樓公寓之中 可能就會被基地台或者其他設備影響 UNIFI Controller也提供設備的透普圖 你可以一目了然就知道設備目前連回了哪一台IP 然後透過哪一台交換機連回路由器 那再來看一下這是升級網路的重點 在網段分割的部分有 Guest、訪客、IoT還有LAN、MOD、WAN 簡單的五個網段 網段之間透過防火牆的設定 讓訪客只能連線到外網不能訪問內網的設備 LAN的網段則是提供智慧型手機、電腦平板來使用 MOD是透過管理型的交換機 開直通高速公路到中華電信的小盒子裡頭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創建 你要從Create New Network 那這邊因為我已經建立好了 所以我用編輯的 那選取好你的名字後 勾選VLAN Only 然後填上你的幸運數字 打勾Enable IGMP Snooping 儲存以後到你的設備選項 你自己的MOD是連接到哪一個網路口 我是連到第四個 所以選擇第四個 我這邊已經改變了MOD這個命名 然後在這個Switch Port Profile的下達選單裡頭 你可以選擇MOD 就是你剛剛創建好的 按下儲存以後呢 你的MOD配置就已經完成 可以正常觀看囉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IoT網段的建置部分 那因為這邊已經建立好了Network 所以我用編輯的 那命名好名稱 選擇Corporate LAN LAN1是指USG的LAN1 port 107 107的ID是因為它長得像IoT 那這邊Gainweight呢 是192.168.107.1 slash23的subnet mask 那這個23呢 是為了開放更多的IP位置 來提供未來我們還有更多的設備 那普通的IP我從106.11到107.254 那前面10個IP位置就讓我保留下來 就固定的IP使用 再來呢到Wireless Network 選擇建立一個新的Wireless Network 那這邊因為我建置好了 所以我用編輯的命名 然後選擇一個強壯有保護力的密碼 Use VLAN Type 點選以後一樣107 然後下面的都可以保留原樣 Routing and Firewall的部分呢 到Firewall LaneIn 那前面兩項規則是我新增的 第一個規則的大概意思是指 從IoT的網段如果想去連結到Lane的話 只有原先已經建立好的連結 才能持續繼續的溝通 第二個規則的意思呢 是從IoT想要連線到Lane的部分 如果是新建立不相干的規則 都會被阻擋 連下第一條規則 這個是你自由命名 在所有的規則之前接受 在所有的規則之前接受 已經建立好的有相關的連線 那來源是從Network IoT的網段到 Network Lane的網段 那第二個呢也是 主檔 在規則之後呢 主檔 想要連接新的建立連線 那來源是IoT到Lane的網段 那這次的升級目標 雖然是要統一 樓層間的SSID 但IoT設備呢 不像智慧型手機 會自動去切換到訊號比較強的AP上 所以我這邊的做法是 單獨將二樓的AP 那IoT的SSID 更換到其他的名稱 設備就不會連接到 一樓三樓的AP 那5G的頻道呢 我全部都把它關閉了 因為目前IoT的設備 都是以2.4G平台為主 這邊介紹一下 Unify Retail的監控系統 那你可以透過手機的APP 跟電腦去設定 Unify的監控器 那我這邊三顆 一顆G3 Flex 兩顆的G3 Micro 那原先其實這兩顆Micro 是預計要放在前院跟後院 那後來發現 他們兩顆並不防水 所以 室外的部分還需要重新規劃 那我們看一下 它的設定的部分 這邊有展覽 可以看一下設定的 那Overlay Information 就是在監控畫面的時候 會補水印上去的資訊 你可以把相機的名稱也上去 Logo也擺上去 然後FPS Bit Rate 你都可以去設定 Recording的部分 看你是要 每一分每一秒都錄影 還是重複錄影 或者是只有Motion Sensor 被Trigger的時候才錄影 那Motion Event的敏感度 還有是不是要加強它的敏感度 那這邊值得一提的是Zone 那Add Motion Zone代表的是 你可以在這個攝影機裡頭 增加多個區塊 只要這個區塊 有人或者是 東西經過的時候 它就會觸發它的錄影監控 另外一個是Privacy Zone 意思是指說 特定的地方你可以 選擇把它遮蓋住 那在攝影的時候呢 它就會顯示的是 黑色的沒有畫面 那我這邊因為沒有特殊的需求 所以我取消 Manage 你可以取消掉 或者是重新啟動 或者是雙向溝通 那這三個攝影機都可以 有雙向溝通 然後就像是對相機一樣的功能 那我們來看一下Live View 這就像一般監視系統 四公格九公格的畫面 你可以自選去排列組合 那Event 這是針對所有攝影機的 Event Trigger Motion 總覽 那這裡TiLab 是針對單一相機的畫面 User的部分你可以分享你的權限 讓家人朋友都能夠一起觀看 那你也可以設定他們的 單獨相機的權限 驗收一下這次的升級 是否有達到目標 我用自己的智慧型手機 讓它自動跳轉到適當的Access Point 實際測試速度與訊號的穩定度 透過Ubiquity的Wi-Fi Man來測試 在中華電信下載100 上傳40的光是在頻寬下 都達到預期的速度 雖然在一樓廚房 與二樓前面的臥室訊號 較為薄弱 但還不影響一般使用 目前仍在評估NAS備份的傳輸速度 若有需要更高速的內網 再來考慮增加AP的數量 為什麼會選擇UNIFI的裝置呢? 相較於初階企業級的網路設備 Ubiquity與其他競爭者在價格上相對簽名許多 以軟體為設計導向的UNIFI產品線 在使用者體驗上 讓網路管理的門檻大幅降低 當初我也有考慮過Mesh方式的家用網路設備 但Mesh的系統大多需要犧牲一些頻寬 剛好家中的網路股份線都已經拉好 雖然沒有觸及到每一個角落 但是足夠將5G頻道的Wi-Fi訊號 延伸到每一個房間中了 UNIFI的Access Point其實也有提供Nash模式 未來可以在應用上更靈活地調整 這次的家用網路升級 達成了當初設想的五個目標 對這三個月 UNIFI全家中使用上的心得來說是非常有成就感 加上也在無痛間接中有感升級 影片的測試面向雖然不夠完善 但還是希望能夠提供大家一個實際的安裝案例來參考 那如果有任何建議都可以直接在影片下方留言 感謝你的收看